因為這一點當然是平常講 在過去大家都沒有考慮到 因為這是這一兩年的發展 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但他為了說他標準的穩定性 所以他當然就是說 還繼續用原來的 但是我們如果說 今天要談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撇開 我們撇開教科書裡面那些標準 想想看說東京是不是值得 變成亞洲第一 對 這個是一個質疑的點 我是把排除法 排除法 那我們台北 院長 你看起來有沒有 感覺可以擠進來一點點 排除法就剛剛講 你要給人家一個 當然我一直不喜歡講 中心這個字 但是我覺得 因為你要走自己的路 你就不一定要是中心 人家只有中心這條路 我們不一定要走 但是很重要一點說 你雖然不是中心 你要有想法說 你到底要變成什麼樣的一個 小中心 不是 你變成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是你覺得滿意的 這點其實很重要 現在大家一直把這一點模糊了 很可惜的 來 秀蘭 我覺得我還是不喜歡 取代兩個字 因為取代是完全取代 中國人有一句話叫 弱水三千取一票 我覺得台灣應該要這樣 台灣又是一個海洋國家 應該有容乃大 所以我會覺得台灣還是有機會 可是必須善用英文一個字叫Polish 找到你的優點 去扮演你該扮演的資本市場 去做你該做的事 另外很有趣 就是主持人這邊 中國的國情 你寫了三個地方 我會覺得上海 深圳 廣州我會把它換成香港 也就是說在區域化發展裡面 中國確實被大家困在某些地方 尤其美國現在動作越來越大 可是我覺得你去看 中國的過去五年 它其實步步為營 它上海發展的是什麼 A股 科創版 深圳發展的是什麼 創業版 中小版 然後香港 我扮演跟美元對接 當然最近川普出這個東西 確實對他們有傷 可是我三個地方互相扶持 然後我中國的下十年發展 我只要讓你資本能賺到錢 然後過去我剛才說的 香港政策法 很多人剛開始也很懷疑 尤其最早掛牌的四大銀行 那根本就是垃圾 然後你切割成為 四大資產管理公司 你就跑來香港募資 可是他募到了 然後中國又有一個 一貫性的方式 讓這些資本繼續賺錢 資金是很健忘的 過去三年我賺到 他未來講的話我都相信 所以我曾經在二三十歲 還不是太懂資本市場的時候 我也曾經很迷惘 為什麼一家公司一掛牌 然後報紙寫的就是 超募一千倍 超募一萬倍 只要能在NY11和NESDA掛牌 那代表說其實資本市場 做到了一個說故事 很多的資金都在找有限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台灣有他獨特的故事 然後整個亞洲的發展 在區域性發展 也會有他的一些機會 而全世界資金在未來十年 絕對拚命在找故事 所以我會覺得 中國確實在做一些佈局 那當然到底能不能送 因為現在跟三十年前不一樣 三十年前全世界都認為 中國是一個很可憐的小朋友 我們大家能幫他就幫他 你要有優惠 現在不是 他是一個壞人 而且他很有錢 他會騙我們 所以這個Mindset的改變 他是不是能夠實現 我覺得要觀察 尤其他這一次註冊自在推 退出是最重要的 但要真的能夠順利退出 你說的東西都送給 大家才會相信 台灣不用講 台灣雖然有很多缺點 但他的Quality真的很棒 尤其代工做那麼多年 你知道你去問全世界 大的品牌商 東西交給台灣最安心 所以我們也不用妄自菲薄 因為台灣有台灣的優點 包括了我們有信譽 包括了我們有很多的 可能也被很多其他世界國家 珍視的一些特質 我們來看看 我們剛剛有講過 我們的金管會的主管的人 金管會主委 前後任 其實關於香港吞色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去分別訪問了 前任的金管會主委 以及現任的金管會主委 我們來看顧力雄 顧力雄他覺得 一開始是學法律的 所以他把法律放在第一位 他覺得香港是義美法系 台灣是大陸法系 所以光是這一點 他就覺得可能差異非常大 如果要成為金融中心的 五大難為之處 另外我剛剛也說過了 非英語環境 看看新加坡 看看香港 其實可以看到他的英文環境 其實跟台灣比來差了一大截 還有我們的稅制跟香港也不太同 香港的稅當然非常低 低稅率的環境 另外我們的監管 或是台灣的消費 或是金融性的產品 其實我們管得比較多 不需要對各個消費者負責 因此香港其實有更開放的空間 更多的金融商品 所以這是顧力雄的看法 他認為台灣有五大 他覺得是難為的地方 那新任的金管會主委黃天睦就說 可能跟我們院長或是在座的 學問比較像 他說不要喊口號 因為一直講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 中心 或者是取代 取而代之這些 先不要喊口號 現階段也不是喊口號 台灣就可以變成什麼中心 他覺得先落實各項 金融基礎建設 法規舊的要貸換 新的要調整 院長同意黃主委的說法嗎 他覺得台灣的法規 可能很多地方是 可能你要update 你要fix 你可能要預示拒絕 我想黃主委他 我剛剛一開始講說 我們大家都要支持 金融主管機關 不管是有黨派 或沒有黨派的觀念 都要支持主管機關 讓他人事有穩定性 一致性 我想那個非常重要 不過這邊顧主委所講的 那個英美法系的問題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不太講這種講法 你看這個世界金融中心裡面 前20名的裡面 大概有8個 是屬於大陸法系的 我想跟法系沒有什麼關係 最重要的是那個mindset 所以推給法系 好像說既然這樣我就不要了 其實不是 你還是可以做一點事情 這一點我想 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我承認宇文 我們是一個比較弱的地方 所以不是大因素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發展的金融這些項目 跟香港發展的東西不太一樣 因為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city 可以有自己的特色發展出來 你不要用香港的稅 香港的稅沒有國家 很少有地方可以比得上的 對不對 那你不要把它當作一個特色 你不要這個人要學你就慘了 或者是障礙 對 你千萬不要去學 不過有一點 我們當然在會比較 比香港會弱勢的地方 當然是後面的 匯率的問題 是腹地的問題 腹地的問題 OK 匯率當然我承認 因為剛才學問也講 這個PAC就是說 它那個所謂聯繫匯率 這個制度 是香港很獨特的制度 也沒有什麼國家可以取代 它從還在英國人管 一直到後來這段時間 它都維持這個PAC的概念 這個是很少見的 不過它有 但這段時間裡面 很重要的 它都有一個中國的支持 即使在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那個國際潮走 Attack這個香港很厲害 那個時候還好 中國大陸是不開放的 一個市場 所以它全力把所有的資源 拿來支援香港 所以有香港的資源 香港有大陸的資源 其實它是 有一種程度來講很幸福 它可以有一點依靠 你們要看這一次 香港香港MA的新上任 他9月份 新上任一位 那個這個主管 他去年9月新上任 他一開始講說 沒有問題 我們有 中國給我們的 SWAP額度 多少錢 多少錢 這種講法就是說 我有後台 是 是這種意思 可是 所以會的穩定不是因素 是太後台 可能這全世界也絕無僅有 可是剛才院長 有提到一個腹地 我是比較想問的腹地 譬如說像蔡政府 他覺得要這個新南向政策 如果台灣以東南亞為腹地 這可不可靠 可不可行 那當然是你自此以彼所 當然認為說那是我的腹地 那腹地他認為 他是你的腹地 就好我們講新腹一樣 同樣是腹 我如果說雪恩是我的新腹 那不是很好笑 我怎麼可以隨便講說 某某人是我的新腹 所以是自己在想像的 好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未來台灣到底要怎麼走 走自己的路嗎 我們這個金融的下一步 應該要怎麼走 請教院長 我想我只強調兩點 第一點 我請大家想一想 為什麼在2010的時候 我們的國際金融中心排名 可以如此高 雖然只有19名 這個好像不是很好的成績 但是比75名要好多了吧 對不對 這請大家想一想 第二個就是說 台灣有很多基本的強項 尤其我們以製造業為主 所以我們在做金融業的配合 發展的時候 我們也不要忘掉 這些強項的東西 以這個強調這些 不要去強調香港的稅制什麼 那種其實你不要強迫自己 去學一些自己學不到的東西 對 我想我就有兩個呼籲 第一個就是像剛才院長說 我覺得台灣有自己的優勢 但台灣要學會說故事 就台灣以製造業為基礎 還有科技業的發展這麼好 還有這一次COVID-19 這麼好 我覺得這些東西 要學會說故事 另外就是說在產業發展裡面 台灣一定有一個位置可以掌握 但是必須要有戰略 而不是說被選舉卡死 變成說我每次先為了選舉 選舉完再說 是不是有可能先有一個戰略 讓大家都知道 然後大家一起努力 那最後就是說 我覺得台灣的金融體系的事務官 是很強的 但是不要因為政務官的turn around 而影響事務官的穩定 然後讓老百姓知道 台灣的金融中心 是哪一種金融中心 往哪走 那我覺得機會就很大